大家好,今天我们看一下这个AI换脸 这个换脸呢,最近又更新了 呃,更新到了,应该是4.2.5 它这边写的是4.2.3 但实际上呢,是4.2.5这个版本 主要更新的内容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太要紧的东西 大家看一下,主要是修复了一些问题 修了一些bug 然后呢,提升了一些版本 希望能解决剩余问题 然后呢,这边加了一个新的操作模式 但这个其实,试了一下感觉也不是太常用 反正没有什么重大的更新 然后呢,这个4.2.5这样的,是6.02G 给大家可以下载一下 那么打开之后呢,这边还是双击 这边稍等一下,它这个启动还是比较快的 好,这样就打开了 这边呢,会有个地址,也不用大家自己点 自动会打开 如果没有自动打开的话,你就点一下这边这个地址 4.2.5 这个是它的使用界面 这个界面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当然有些小的变动 基本上使用方法呢,跟之前是一样的 没什么太大区别 那么我们简单来做个例子 这边选一个头像 选一个头像 那么这边呢,它加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之前有好多人问说这边加载好像上不来 出不来图像是怎么回事 首先呢,你不要带中文 这个咱们任何这种AI工具的使用呢 都不要带中文 不管是图片的名字,还是图片的路径 整个的全部不要带中文 那么这边找到人脸之后 然后我们再来选个目标 这个视频,然后呢,咱们拿这个换脸 点一下这个换脸 这个它会自动化 它这个使用方法是比较柔 如果大家对这些下面这些选项不太了解的话 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发的视频 这些都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讲解 好,这边换完了 大家看这个脸子就换过来了 这个是效果还是不错的 不过它这个脸子比较模糊 咱们这边没有开高清 这变成高清模式 开一下高清,然后刷新 这个效果呢,就变成高清模式了 那么这个,如果你想导出文件的话 就这边,点一下这个开始 那么它会把你这个换的这个视频 然后全部导出来 这边呢,多了一些小功能 向左移动,向右移动 这个东西呢,如果就是你这边是多人脸的 不管是视频还是图片 多人脸的时候呢,可以通过这个向左向右啊 然后来换这个脸的位置 我感觉用处不是很大 这个咱们待会给大家演示一下 其他的话就是这边 多了一个未检测的人脸 就说你这个图片或者视频 传了什么没有检测的人脸 那么这个时候呢 然后你可以有这么多操作步骤 你可以使用上次的 这个是属于新疆的功能 这边这些都写的其实挺清楚的 这个跳过声音 跳过音频啊 就是你最终视频导出来肯定没有声音啊 保持针,它会给你保留这个换脸过程中的那些中间针 照片视频等待用后按键啊 这个你点一下它才会往下接的走 这些东西呢,其实都写的比较明白 这个是换脸之后的视频啊 这边你可以下载 然后呢,它这个应该是已经输出到这个文件夹里面了 在这儿 看一下 这个是视频换脸之后的结果 大家看到效果还是不错的 其实这种类似的换脸工具呢 换脸效果都差不多 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比如说一个工具就特别好 一个工具特别烂 差不多 那么关掉它 这个呢,我们来换一个多人脸 给大家做一下这个 这边两个按钮的一个演示 找个多人脸 这边是多人脸啊 然后这边的稍等一下 它这边还没出来 大家看这个第一个脸已经被换掉了 第一个脸就换成这个脸了 那么这个下面有一个这个按钮 点一个使用当天帧 那么它会把当前这一帧 上面的所有人脸全部检测出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 这边呢,你可以选择这个 你要换哪张脸 比如说我们要换中间这个 使用这个 使用选定的脸 这边就出来了 然后你点一下刷新一下 大家看这个脸就被换掉了 所以说呢,这个是多人脸的一个使用 当然你这边如果说你需要多张脸的话 你可以再选一个 使用选定的脸 那么这边就上来了 比方说我们再选一个 这个就是你要选的要换的脸 然后呢,下面这个按钮呢也是 比如说这个 那么向右移动 这个脸就到右边了 然后再点向右移动 发现这个脸又回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只是针对你选择的这个图片 咱们选中的这个图片 点向右 那么选中的这个图片就跑这了 如果你再点向右的话 其实这个选中的这个图片是这个脸 所以说这个脸就会到这 大家看 这个又翻回去了 如果说你还是想用它的话 那么你还是要再选一下 再点右 这边它就变到右边了 首先你要时刻注意这个框框 这个才是你当前选中的人脸 它这个就是这个用途啊 基本上就这样 其他的话 这些摄像头 我们也不管你扩展了设置了 这些我都做了汉化 这个大家自己看就行了 非常好理解 我们今天内容基本就在下 如果大家对选项有疑问的话 那么你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 这件事情都有详细的讲解 大家拜拜